一般民众会选的就是上市会公司 他们应该会为了他们的品牌 好一个房子吧 你以为是这样子 大家正式看影片之前 先表达本频道立场 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品牌 没有列入比较影片中提到的品牌 都做部分消音 因为不希望攻击哪一个品牌 也不希望帮谁家去免费广告 由于拍摄过程中 TED很随性说得很轻松 但不希望大家误会 故特此声明 希望各消费者还是要多做功课 好品牌也会有烂作品 一般品牌也可能偶有加作 大家可以在FB讨论区中互相交流 多问多看多讨论 都有帮助助大家买到心目中的好宅 哈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伤舞 现场赏物我是TED 今天赏物说说 题目是品牌建商 VS在地建商 但我刚刚要排之前 我看一下我们企划给我的资料 话题 太敏感的话题啦 不过没关系 我们就照着讲啦 这个主题我想企划也是因为知道说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有粉丝 他们都会询问哪个建商好不好 然后哪个建商的房到底能不能买 好没关系今天待会一起说明 不过在说明这些之前咧 有一份资料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资料主要来源是591 那它统计了2019年 全台湾的新建案的推案量 高达1.5兆 2019年推案量的前十大建商 依序为 保家、新复发、贯德、利保、富宇、远雄、 丰益、金城、国泰以及隆藤 11到15是甲山林、竹城、森阳、国城和仆征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名的保家机构 他们推案量已经超过1200亿 而第二名新复发应该是 这两年的列帝王 就是买地买第一名的集团 推案也将近有700亿 他们主要都是 数定全台湾各大都会区啊 重点发展的重划区啊 其他的地都先买好了 再来第三名是贯德 那贯德他们主力好像上门找 跟捷运有关了 捷运连开或捷运共购 区域是以北台湾为主 那第四名是利保集团 那利保集团他们主力也是在 双北、江翠北侧、新庄富都新、五谷一带 都有很多他们的案子 第五名来到是台中的建商富宇建设 那富宇的话 最近北台湾的朋友们 应该比较耳熟能详 因为他们在A7推了4个案子 富宇他 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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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啦 这几个案子加起来 总销就超过250亿了 好那反正以上资讯也让大家参考用 那今天的主题是品牌建商在利建商 我们先讲品牌建商好了 品牌建商其实大部分 大家都是叫得出来名字的 或是你看过他开很多案子 或是你可能在高速公共开一段路 就看到一个案子 比如说看到陶游、新竹 也看到他们公司 这种就是品牌 他们有点像就是连锁在盖房子一样 只是每一个案子都是独立的 那这边一直以来都有一些很有趣的资料 不过这个资料不是每年统计 民众最喜欢买的品牌 和业者最喜欢买的品牌 业者就是说从业人员 那从业人员一定会比一般的民众有更多的资讯 我们算是媒体广告业嘛 所以我们可能也算是从业人员 所以我们看房子 可能跟一般大众消费者看房子会不太一样 那一般大众消费者 他们会怎么去选建设公司 这一定牵扯到专业度的问题 我自己不会是完完全全看品牌 但品牌有看不看 其实我也看 可是它不是百分之一百的依据 一般民众会选的就是上市会公司 他们应该会为了他们的品牌 好资房子吧 你以为是这样子 说不定有一些公司 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子 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样子 再来很多人会因为被广告 所以为什么不通常很着重要打广告 因为其实广告还是很容易直入人心的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好了 卖房子的民众他们对于不动产 不是这么的理解 或对于盖房子 营造这些东西都不是这么理解的时候 他们就很容易去因为自己的 诶 科版印象啊 品牌印象啊 会去影响他们最后的决定 当然这些大公司上市会 品牌建商 他们公司的体质本来就很大 所以我相信售后服务都会比较完整 甚至他们都会有0800那种客服专线 那当然品牌大的房子 他们就算是二手三手在转卖的时候 都还有相对很高的保值性 甚至增值空间 因为一直以来不动产都存在一个很重要的购买条件 就是地段 一个地段就只能盖这么多房子 但里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建商进来 可能说你心目中好的品牌建商 他们可能就只有一块地两块地 所以他们在那边就有可能 因为是跟其他的比较中小型建商 或者是比较二线三线的建商比起来 他们会保值或是升值 因为牵扯的事情很多很深 有时候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看细节 挑选一个有品牌有信誉的公司 可能会对你未来的克服 甚至在你的厌屋啊 交屋的流程都相对会有保障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前一阵子的江翠北侧 江翠北侧是什么话区嘛 那边有两个秒杀的案子 就是我们讲的国体的翠X春 和郭XX的 郭XX的棚吧 还是郭XX甜喔 反正有两个其实也都卖差不多快啦 他们因为自己本身品牌的信誉还不错 所以就算他们的价格在同一个区域 比别人稍微高一点点 他们销售数一样还是很快的 换句话说啦 我真的有朋友想去买就买不到啦 这是事实啦 顺带一提其实有些民众就真的很迷信于上市柜公司 通常比较老一辈的啦 他们真的是会这样子 当然成为上市柜公司 他本身就有一定的满杆才进入得了嘛 好那如果想要再进一步观察的话 可以去观察他们的股价 是不是平稳的啦 那不是说股价一定要往上喷 起伏很大 其实这都相对是不平稳的 所以他股价如果相对是平稳的话 这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参考依据 例如说像是XX建设和XX建设 他们就符合股价比较平稳的条件 再来如果你们要挑好的品牌建商 同一个区域 你就会挑嘛 他价格真的特别贵 卖的特别贵的一定有理由 商人也不是白痴 我要卖比别人贵 我一定是要拿出来说嘴啦 大家地端都一样 你就在我隔壁栋 我就是要卖比他贵 我一定会有很多东西 甚至可以拿出来说 因为什么 所以我比我隔壁那一栋贵 要不然你们就是找比较贵的 基本上一定会比较好 好另外一面呢 我们再讲一些不好的好了 很多的网友 或者很多之前的报道 或是某某名嘴巴拉巴 其实很多人会讲说 不能碰、不能买的建商 台中也有高雄也有 都有在网路上 被人家评为三流建商 或者是在网路上 有很多人抱怨过 就是写过他们家的抱怨文 甚至在交易上有一些纠纷 这边我中利跟大家分析一下好了啦 盖房子这事情 真的牵扯到很多 营造成本 其实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 建商到底赚多少 营造成本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看 营造成本一瓶 可能從六萬七萬到一瓶二三十萬都可以 所以它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可是貴是貴哪 貴是貴土地 像我們剛剛講出來的量 非常高的這幾個大財團 它們房子蓋非常非常多 但是如果行內的人就會講說 一個是市場派 一個可能是產品派 或者是豪華派 專門蓋豪宅的有豪宅品牌 蓋豪宅的它絕對不會賤賣 它寧可賣不掉 它也不會低價賣它的產品 所以豪宅的市場或是豪宅的產品 在全台灣就是這麼屹立不搖 為什麼它價格也不會動 因為它的標準就在那邊 我們另外講一個是市場派 市場派的房子 它們就是為了銷售 或是為了賺錢 這邊的重點不一定是它有多大的利潤 這邊的重點是它可能 蓋得很快賣得很快順銷 好不好我們講就是說 現金一直有在流動 錢就可以一直滾一直滾 這個叫做市場派 第一個 它們大部分會選擇是 地段還不錯的位置 或是從跨區新開發的位置 或是靠近捷運 或是機場捷運這些案子 它們蓋的房子 比如說0到100分好了 那60分叫合格 它們目標可能只有60分 它們順便蓋出來只有50幾分 在查驗的時候 什麼東西不合格 它們就去補槍 然後最後補到60分 好不容易過關 可以請得遲照 可能的目標就是 蓋一個國家消防安全 それで搬過關的東西 蓋這樣的東西 蓋這樣的東西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要賣的 是符合大眾 我講的大眾是 大部分 花錢買房子的人 可以接受的價格 所以他們是 大量大量的蓋 也就是說豪宅的品牌 它一年可能只能蓋2棟好了 2棟給你蓋個100戶 2百戶好了 可是像這種 大型集團 就像剛剛說 他要蓋600億、800億、1000億的房子 他這個量可能是幾萬戶的量 幾萬戶的量跟200戶的量 相較起來 我們叫做良率嘛 豪宅有沒有遇過瑕疵的 其實豪宅有遇過瑕疵的 比如說他200戶裡面可能只有一戶 可是他可能6萬戶 6萬戶裡面就會有300戶 良率是一樣的話 他套用在這麼大的量體裡面 他的出包總戶數本來就會高 但是現在想成這樣子 好像我硬要幫那些公司說話 但是他們如果想要蓋便宜的房子 他又要賺錢 那怎麼辦 不外乎就是用料會選擇相對廉價的材料 施工品質還有品管 可能在現場的人給的薪水會差一點 那請不到真正很專業 或者是很負責任的工地顧問 或工地主任 但是最後其實還是很多人 是因為價錢的原因 還是會選擇這些產品嘛 比如說韓國現在的車子啊 或是納智捷啊 他們就是會比較平價 或是中等的價格 如果我們今天要買澳保時捷 要買澳冰式 BMW 他就是那樣子的價格 組裝品質有沒有差 組裝品質絕有差 材料有沒有差 也有差 什麼東西都有差 包含內裝 巴拉巴 全部都有差 對於房子來講 大家也是這麼去看 就會知道 本來就是什麼產品 賣給什麼要預算的人 其實基本的材料來講 你說豪宅的品牌 他一年就蓋這200戶 可是他要進的鋼筋水泥 跟一年要蓋6萬戶的鋼筋水泥 都是鋼筋水泥 他要叫的就是200戶 他要叫的是6萬戶的 那其實進貨成本是不是有差 絕對有差 各種材料成本都有差 連鐵門 連門口機 連馬桶連儲具 連衛浴 甚至連地磚 當然豪宅很多是毛配膠 我就沒有這些東西 可是如果今天換成一般的 簡樁空窩的成物裡面 會有地磚 會有門嗎 會有衛浴設備 會有廚房 會有三機 巴拉巴 甚至曬衣架什麼都有了 那他們就是大量採購 所以他們可以把價格壓得非常低 因為反正我希望 該這麼大量 只是我材料都進來了 我哪邊要改收 材料也送過去而已 當然其實我現在是 也沒有聽過有哪一個建商 是百分之一百兩率的啦 多少還是會有一些細節是粗暴的 但不過我覺得重要的是 建商後面有沒有負責到底 其實建商都有這個客服專線 後續處理的怎麼樣 其實這反而是 作為消費者會最在意的部分 你東西真的哪邊沒有做 被我發現了 但我打到假以來 你是不是隔天就來 或是你是不是 當天就回應告訴我 什麼時候可以派點工來 完成這些修繕 那我覺得 消費者可能更在意的是 後端的服務 而不是說 你蓋給我東西 就是要完美無瑕 其實都不可能嘛 如果都完美無瑕的話 怎麼會需要厭惡這道手續嗎 但一定就是說 建商在那邊 希望是一個負責的建商 因為真的 再好的建商 施工的 總不可能是老闆自己下來做 他還是請工人 素質本來就良憂不起 但工人也有非常認真 非常努力的 但是也是有很多的問題工人 這個大家如果 待過工地的話 一定知道 什麼狀況都有啊 所以說市場上 缺詢的產品 真的非常非常多 那這個CP值 還有自己的預算 要怎麼拿捏 我覺得這就還好 這個大家應該心知肚明 不過可以確定的就是 市場派的建商 他們就是有價格的優勢 豪宅的建商 他們就是在挑客戶經營 不過順帶一提 豪宅的品牌 通常也非常的保守 和傳統 規劃上要做很多的圖貨 和創新 他們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 可是相較於市場派 他們會因應 因為他們想要賣給年輕人 會賣給預算不高的 他們就要做很多很多的變化 然後要動很多很多的 各種的行銷手法 或者是配套措施啊 送裝潢送冷氣啊 還是送什麼家電 他們就會有很多很多這樣方案 去吸引預算比較少的族群 接下來我們要來講一下 在地建商 講到在地建商的話 我就先跟大家講 大家在購買的時候欸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避免一按建商 除非這一按建商 是一很熟識的人 或是家裡的親戚的話 那沒關係 因為一按建商 它的來源 可能很多的不安因素 它有可能就只是為了蓋這個房子 然後蓋完 它可能公司收起來 或打完 或怎麼樣都可以 可是你就找不到售後服務 一按建商就是 可能為了蓋這個房子 才成立的一支建設公司牌 它也有可能是 某某家公司的 某某的股東 跳出來突然成立一支牌 蓋個房子 可是它可能弄完 它就是拍拍屁股要走了 通常你們看到很多 專家名嘴 他們都會講說 盡量不要碰一按建商的產品 在地建商有很多是 可能我們不認識 它就是這某某個區域 比如說盧州的在地建商 或是新店的在地建商 其實有很多的在地建商 可是在地建商有什麼優勢 它有可能是 當地的大地主 置地 置建 置壽 現在不一定有置壽 但很多都是置地置建的 像這種在地建商 因為它自己就住在這邊 它可能子孫也多 或者是他們那種老一代大地主 真的就是子孫滿堂的 他們都是蓋出來房子自己出 所以有一些在地建商的房子 蓋的其實是特別不錯的 不輸給大品牌建商的 甚至也有這些在地的企業 在地的建商 他們蓋房子 直接委外的營造 比如說去找 一線的建設公司的營造廠 會有別花比較多的錢去蓋房子 就是希望蓋一個好的房子 在地建商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在這個區域 它可能不會只是蓋房子 它可能有經營幼兒園 它有經營餐廳 它有醫院 飯店旅館 健身房 甚至百貨公司 一個家族企業了 那他們就是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面 各種都有在經營 然後只是他們蓋房 所以其實他們也會特別在意自己的品牌 因為這個房子沒有蓋好 連帶售了它周圍 人家就說那就是那個什麼什麼品牌蓋的 幼稚園不能念 他們那個建商黑心 因為這樣子 所以會非常保護自己的品牌 第三個在地建商是因為 他們的地如果是祖傳的 就以前留下來 所以他們的地的成本 相較起來就很低 甚至它可能沒有什麼成本 祖先留下來的 有可能會有一些浪利的空間 或是蓋的好一點 但是賣的還比別人便宜一點點 那就是為了賣的好 這都有可能 如果想要買一個 自己要住的房子的朋友們 真的不是說一定要有品牌迷失 除非你就真的很懶 然後就去買一個最貴的豪宅品牌 也可以啊 有錢就是任性 反正聽了以上簡單的介紹之後 這邊幾個挑選建商的重點 供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就是建商的推案狀況 其實現在網路很發達 上網搜尋 它有沒有負評糾紛 你把那個建商名字打出來 有的話就會跳出來 那當然這不能說它是完全 因為有可能澄清有人有PO 但是他後來問題被解決了 或是建商最後給他錢了 請他撤銷他的PO文 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老實說 也聽說過這種事情 第二個就是 已購客的住戶口碑 有可能他這個房子 真的是賣的比較貴 所以他銷售期就拉長了 裡面的住戶可能是有 他蓋好第一年就入住的 但現在可能四年五年他也沒賣完 打聽看看 已購客對於這個案子的評價如何 這也是可以參考依據 再來就是一直有在提很重要的 就是建商售後服務 這個也都是可以打聽的啦 真的很重要 比前面所有噼哩啪啦 不管他給你什麼配備 不管他用是多好的建材 是多好的結塊 多好的工法 建商最後要肯負責 很願意出來 為自己蓋的房子 做出擔保 這是最重要的 最後資料上還有一個項目啦 但是這個項目 我會覺得 參考洽視就沒有太高 建商的獲獎記錄 建築業的這些獎項啊 有幾個 一個叫中華建築金石獎 國家建築金獎 優良建商認證標章 反正呢 這個我個人不是百分之百姓 可是他有沒有參考一句 他不會平白無故可以拿到這個獎 但是有一些是亂七八糟的獎 那有些可能是可以用買的就可以了 也是有這種 應該是報名 把自己的建案上去 我也不曉得 反正聽說啦 有的獎是可以用買的 所以我就說 不是我真的覺得很重要的參考預計 不過有一些這個特殊 獎和特殊的殊榮 還是真真確確在頒發的啦 好吧 反正我們今天講建設公司品牌的話 就抓到這個頒發 反正大家應該會問說 那到底什麼可以買 什麼不能買 我先講啦 我自己家是買 森陽建設的房子嘛 反正森陽我覺得可以買 但我這樣講的 很像那樣業配森陽 他很沒給我錢 論XX都可以買 台中那三大很厲害的 龍XX 蓮XX寶XX 那我就覺得 我沒住過 但是我台中的朋友說 真的很厲害 我沒住過 我不能說一定可以買 很多朋友會問XX熊 XXX 甚至XX 其實都有好的作品 但是也有比較一般的產品 他們在不同的區域 會蓋不同等級的房子 就算他們在台北市蓋的房子 一定是豪宅等級的 可能啦 我是一個品牌嘛 我在台北市做的東西 就是要做指標性的東西 那當然台北市本來房價就高 價錢就墊得上去 所以我在台北市 我就蓋我自己家的一線有沒有 但是可能在外縣市 比如說從外縣那邊 接收度房價就比較低的 在新北或是桃園中壢等等的 甚至台南高雄等等的 平均房價是沒有像北市這麼誇張 那他們可能就是會用 自己的二線等級去蓋 好像Lexus和Toyota 他們是同一家嘛 這個是差異啦 所以我就說 大家一定要開始慢慢去了解 你真的想要買好產品 買未來幾十年的安心 你真的要開始去學習 你都要花上千萬 你不用看多點書嗎 你要去了解工法 去了解結構 地質結構 甚至了解面向 了解大樓的結構裡面有什麼 是不是你的內戶的臥房 不要靠近電梯 這些東西就是大家要了解 反正我們節目會盡量多拍 想到什麼拍給大家看 那你說一定不能買的 想在網路上常常在泡 那幾家不能買 欸我跟大家說 我有朋友就是住這幾家公司的 不過他還沒事 你說他們出事的是很多 我自己朋友真的喔 甚至同業同行的朋友 住在這幾個品牌的也大有人在 但我還沒遇過自己家是很慘的那種漏水的 還是牆壁裂開喔 我還沒遇過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還是有良率的問題啦 按量蓋很大市場派的真的還是會有瑕疵 這是看運氣 我也不能說 他們家就是爛 他們家就是不能買 我倒真的不這麼覺得 基本上都有通過國家的規範安全的話 大家看著自己的預算 看著自己的口袋 現實一點去做選擇也不是不好 反正提供大家參考啦 多少錢做多少事嘛 因為你口袋有1億的時候 你絕對不會看我們剛剛說那幾個品牌啊 但是這很討厭啦 這又牽扯到很多人家說 該那麼爛還賣這麼貴什麼的 這是無奈之現實 就是長這樣 我很希望土地不要那麼貴 大家可以多把錢投入在 蓋建築的成本上面 第二個方面是 也希望消費者意識都更抬頭 消息的更多 應該是所有的產業 都是因為消費者不斷的 給予原廠回饋 原廠學習到 或是理解到消費者現在的需求 或原廠發現喔 消費者現在變聰明了 他們自己才知道 啊現在什麼產品賣不出去了 所以他產品要經過什麼樣的改良 他未來的產品 才在市場上有競爭力 所有的建商品質會不會提升 其實消費者會給予非常直接的制裁 反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我相信這一節話題 算是比較麻辣 而且比較敏感的 底下開放留言 開放裡面想泡誰 想要稱讚誰 想要讚美誰 想要幫誰說話 或者是想要幫誰澄清 我覺得都有 真的 上位置有時候好想買到不好的建商 他感到非常好的那個產品 說不定就是你對不對 開放留言是為了聽到更多的聲音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 追蹤我們IG 想要有更多交流的朋友們 歡迎去我們FB的社團 有一個討論區 大家可以量散互動 大家再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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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